2018年8月23日库里可以说是NBA的题材,在NBA的后卫中,三分出手最快,最准,最狠得的人一定是库里。 库里不止得分爆炸,在另一方面同样非常出色,那就是和妻子已经有了三个孩子,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,在一档节目中,库里被问到为什么要了三个孩子。 库里说,我父亲打球就非常出色,我遗传了父母非常好的基因,一直都想有个男孩,以后能比我更加的出色,所以就要了三个,以前一直都非常羡慕詹姆斯。 詹姆斯是NBA少有的对待感情,和事业都负责任的人,同时他的两个儿子都非常出色,这一点我们俩很相似。 库里和他妻子阿耶莎在少年的时候就相识,当时库里刚到NBA妻子在洛杉矶选演员,没想到异地恋的两个人感情更加的好,后来两人陣入爱河正式完婚。 库里对婚意非常的负责任,以三年九月,老扎与布林森正式完婚,结束了这一段十三年的爱情长逃,现在有两个儿子,非常的幸福。 詹姆斯也是对家庭非常专一的人。 库里说这一点只有一人和我一样,不是杜兰特也就清楚了,杜兰特以前喜欢斯加利约翰逊,这可是一个大美女。 杜兰特曾经对她的垂涎三尺,甚至封开说想喝她的洗澡水。 但是斯加利约翰逊对杜兰特不感冒,两个人也没有什么进展。 到现在杜兰特一直单身,如果杜兰特想要像库里和詹姆斯一样,在这一点上,真的要加油了。